這個大館也不錯,這是第二大館 這個裡面有很多東西看的 第一,是最大的館,是千軍萬馬的兵馬用 這個就是介紹開拓修復的一個類似工室的東西 如何修補兵馬用的文物 有些斷手斷頭的,怎樣才能修復重營光彩 展現給世人的一種欣賞、一種價值 所以是非常偉大的工程 根本上它裡面說,這是一個偉大的長期的修復運作 不是今天,不是當下,可能是不斷不斷地延續 延續一半年、兩半年、一千年、一萬年 我看在西安這邊,可能在這個地下 有很多很多秘密 但當下肯定有很多東西,不能全部拆下來看 除非有些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有些儀器可以探測到某方面有很多土職 那些畫物,比如現在有很多高速公路 有很多高樓大廈,沒有理由去產品 所以在樓下子孫萬代,我們中華園族的一種 兩千年文化還是很優秀的傳統 所以我再次說,身為中國人 是值得我們一個,希望子孫即可見面的事情 我們感覺到中華園族的一種故事 例如你來這個西港,看到這些文化 所以你給自己一種學習的機會 不斷地去認知我們中國文化的精神 千年萬年,我沒有辦法表達到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雖然我不是專家,但可以通過現場去看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正門進來,這個館是最大的 你看它的門口就不是很明顯 但實際上佔地面之下非常大的 千坤萬馬那些兵馬俑在裡面排的 很震含的,是一個魚族的第一館 如果來過這裏的人 肯定來西安,肯定要去看兵馬俑 大家看我身後的位置,這個場景 大家就應該很熟悉的 所以未來過的話,今天我爬六將 大家如果感覺到有這個興趣 有這個,能夠來西安 不然這個不妨就花4aw港chine 這個省谷,花4A2只有1塊是值得的 fats還是電子,還有其他的 那一些環園,現代曰 那些ления映著 forwards的那些 那些 也有一個華冲目的那些 哪些東西可以欺負呢 但我只會來到西庵這邊 這個已經足夠了 因為我的腦袋已經是塞在腦袋裡面 到裡面 你看 好 再一次 講一下我現在內心的世界 非常激動的 Yeah 萬捕魚 這個 西庵 西庵有兵馬用 這個歷史也是長久 長之王也在這裡 還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行陽 還有西庵事變在這裡 西庵事變發生在這裡 改變了我們中國的歷史 我們祖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一個很大的轉接點 都是在西庵的 真的不懂得累 如果是在西庵回到廣州 大概坐貨車 大概是25小時左右 我就不坐飛機 飛機票不是很貴的 飛機票只有四百多元 三萬元 四百元有特價的 但我選擇坐原始的貨車 最早期又不是高鐵 都要300元 所以每個交通 交通 那些這樣的工具 都嘗試一下 好囉 都沒有 哈哈 小心 好 小心 好 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西安的麵 昨晚我就吃了這個麵 感覺上就是 只是當地特色 老西安 烤飯 晚上燈光燈光 就非常好看 大巡鬚房 這是紀念品 紀念品 哇,有多少的意品 那些什麼 那些 這些 哇,這裡全部都是 這裡 厲害 哦,65隻 哦,六十個月 哦,六十個月 啊 四十個月 啊 來,三十個月 來,肉家我來看 我先來 看肉家 好,走到過去一小時 就有點磨磨地 啊,但這裡都 非常多 多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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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巡王大劇院 巡王大劇院 巡王大劇院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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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太太,你姐姐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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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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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綁製品,但也挺好看的 四隻馬,有點特色 外面可能還有這些像 現在呢,差不多五點鐘 那先頭呢,有個阿姨呢 就說,可能西方這兩天會冷 穿多件衣服 看我在這裡跳舞,拍六獎 跳舞,很有趣 你覺得很有趣 有些美食街,你想吃什麼都可以 在旅遊區這邊呢,就沒有我們住市區那些那麼便宜 北京這些都是遊客的 很多人做貓貓的,是貓貓的 幫你拍六獎,拍六獎 是貓貓的 藍牌肉 我看不出那條街有這麼長 哦 哦,這裡 哎,皇帝寶座 哎呀,這個老闆娘每天都坐在這裡 每天做皇帝 嗯 嗯 嗯 家家都有一個兵馬羊在這裡 看著一些東西 哦,我可以打 我可以打,你這樣吃嗎 你看看一看 看那個人來看 我們這邊斜路上 那邊斜路上 那邊斜路上 我看都看到了 上車 是啊 這人是 這個人是 這個人 這個人是 這個人是 那,在上面的 在上面的 美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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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